2022我们必须要拨乱反正 我们2024才有机会重返执政 要大家万众一心 国民党全代会登场 党主席朱立伦立下目标 凝聚内部向心力 我们有意见 有批评 可以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国民党永远是中华民国派 就是要中华民国好 要台湾好 为了台湾无私付出 这条路走得颠簸 无论外头多少风雨 朱立伦要同志们都要挺住 只有自私 党不会有未来 只有大家共同为大我来努力 国民党才有共同的未来 今年的全代会 只有一个中心任务 就是2022年 我们团结胜利 朱立伦对内信心喊话 也不忘把炮口瞄准民进党 面对民进党掌握无限的执政资源 掌握了媒体各个的力量 还有他的网军 各种的方式来打压抹黑 攻击我们的候选人 我们自己 一定要戒胜恐惧 全代会上率领全党展现气势 朱立伦要拼出国民党在年底的好日子 TVBS新闻中不倒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